維持消防隊員當場痛哭求救 金化聯繫記者黃佩如一樣為我們了解 佩如 我們嘉義縣大營隊目前淹水的情況非常嚴重 目前做的橡皮艇進來呢 可以看到這個婆婆呢是 這是小營的藍燈 淹水了 婆婆 你先拿好 先拿好 先拿出來 先拿出來 起來啦 先拿出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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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看 看看看 一碗碗 是一碗碗 我們要拿出來 先拿出來 先拿出來 再拿出來 可以看到目前受困的居民是 一個一個的 小心 一個一個的被救出來 要出獎 好 我不會了 先拿出來 來 先拿出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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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 先拿出來 你先拿出來 我來拿出來 因為這裡淹水的 淹水的高度呢 已經淹了 將近超過了 將近快要一層樓高了 進入裡面還有非常非常多 受困的居民 目前呢 消防都也是陸陸續續的 把受困的居民給救出來 而且嘉義這邊的雨勢呢 還是非常的大 可以透過畫面呢 可以看到 目前呢 是坐著橡皮艇 過來了 但是呢 整個房子裡面呢 還是有不少受困的民眾等待 救援當中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情況 再把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好 謝謝佩如 辛苦了 看到嘉義大鱗 現在水煙擊腰 老人家呢 看到地球是嚇得大哭了 連忙來求救 而且最新的